诗篇第101篇 被你人所做的事 我甚恨恶 不容粘在我身上 弯曲的心思 我必远离 一切的恶人 我不认识 在暗中 残榜他邻居的 我必将他灭绝 眼目高傲 心里焦重的 我必不容他 我眼要看 国中的诚实人 叫他们与我同住 行为完全的 他要伺候我 行诡诈的 必不得住在我家里 说谎话的 必不得立在我眼前 我每日早晨 要灭绝国中 所有的恶人 好把一切作孽的 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 诗篇 第一百零二篇 耶和华 求你听我的祷告 容我的呼求 达到你面前 我在极烂的日子 求你向我测 不要向我掩面 我呼求的日子 求你快快应允我 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 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 我的心被伤 如草枯干 甚至我忘记吃饭 因我哀恨的身影 我的肉紧贴骨头 我如同旷野的醍醐 我好像荒肠的号鸟 我警醒不睡 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 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 向我猖狂的人指着我赌咒 我吃过芦荟 如同吃饭 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 这都因你的老恨和愤怒 你把我拾起来 又把我摔下去 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 我也如草枯干 为你耶和华 必存到永远 你可纪念的名 也存到万代 你必起来连续西安 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 日期已经到了 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 可怜他的尘土 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 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 因为耶和华建造了西安 在他荣耀里显现 他垂听穷人的祷告 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 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 将来受造的名 要赞美耶和华 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 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 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 要释放将要死的人 使人在西安传扬耶和华的名 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 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 侍奉耶和华的时候 他使我的力量中到衰弱 使我的年日短少 我说 我的神啊 不要使我中年去世 你的年数世事无穷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天地都要灭墨 你却要长存 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 你要将天地如礼衣更换 天地就改变了 唯有你永不改变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 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 诗篇第103篇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面的 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因返劳还同 耶和华施行公义 为一切受屈的人申冤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耶和华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露 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长久责备 也不永远怀怒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也没有造我们的罪孽 报应我们 天离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 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 离我们也有多远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 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至于世人 他的年日如草一样 他发望如野地的花 经风一吹 便归无有 他的远处也不再认识他 但耶和华的慈爱 归于敬畏他的人 从亘古到永远 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 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 纪念他的训辞而遵行的人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 他的权柄同管万有 听从他命令 成全他旨意 有大人的天使 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做他的诸君 做他的仆役 行他所喜悦的 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一切被他造的 在他所治理的各处 都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诗篇 第104篇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耶和华 我的神啊 你为自大 你尊荣威严为衣服 披上亮光 如披外袍 铺张穷昌 如铺曼子 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 用云彩为车年 借着风的翅膀而行 以风为使者 以火焰为仆役 将地立在根基上 使地永不动摇 你用深水遮盖地面 犹如衣裳 诸水高过山林 你的赤折一发 水便奔逃 你的雷声一发 水便奔流 诸山身上 诸谷沉下 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 你定了界限 使水不能过去 不再转回遮盖地面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 留在山间 使野地的走兽 游水喝 野驴得解其可 天上的飞鸟 在水旁住树 在树枝上提叫 它从楼阁中 浇灌山林 因它作为的功效 地就丰足 它使草生长 给六婿吃 使菜书发展 攻击人用 使人从地里 能得食物 又得酒 能月人心 得油 能润人面 得粮 能养人心 加美的树木 就是黎巴嫩的香白树 使耶和华所栽种的 都满了枝浆 雀鸟在旗上搭窝 至于鹤 松树是它的房屋 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 岩石为沙潘的长处 你安置月亮 未定节令 日头自知成落 你照黑暗为夜 灵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 少壮狮子吼叫 要抓食 向神寻求食物 日头一出 兽便躲避 卧在洞里 人出去做工 劳碌直到晚上 耶和华 你所造的何其多 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 遍地满了你的丰富 那里有海 又大又广 其中有无数的动物 大小活物都有 那里有船行走 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 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 你给他们 他们便拾起来 你张手 他们饱得美食 你眼面 他们便金黄 你收回他们的气 他们就死亡 归于尘土 你发出你的灵 他们便受造 你使地面更换为星 愿耶和华的荣耀 存到永远 愿耶和华 喜悦自己所造的 他看地 地便震动 他摸山 山就冒烟 我要一生 向耶和华唱诗 我还活的时候 要向我神歌颂 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 我要因耶和华欢喜 愿罪人从世上消灭 愿恶人归于无有 我的心啊 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 第105篇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求告他的名 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要向他唱诗歌颂 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要以他的圣名夸耀 寻求耶和华的人 心中应当欢喜 要寻求耶和华 与他的能力 时常寻求他的面 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 你们要纪念 他奇妙的作为 和他的歧视 并他口中的叛语 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 全地都有他的判断 他纪念他的约 直到永远 他所吩咐的话 直到千代 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向以撒所起的事 他又将这个约 向雅各定为律例 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 说 我必将迦兰地赐给你 做你产业的份 当时 他们人丁有限 树木稀少 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 他们从这帮游到那帮 从这国行到那国 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 为他们的缘故 责备君王 说 不可难为我受高的人 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 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 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 在他们已先打发一个人去 约瑟被卖为卢仆 人用脚疗伤他的脚 他被铁链捆拘 耶和华的话 试炼他 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 王打发人 把他解开 就是治理重鸣的 把他释放 立他做王家之主 掌管他一切所有的 使他随意捆绑他的承载 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 以色列也到了埃及 雅各在寒地寄居 耶和华使他的百姓 生养众多 使他们比敌人强盛 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 并用诡计带他的仆人 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 和他所拣选的亚伦 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 在寒地显他的骑士 他命黑暗就有黑暗 没有违背他话的 他叫埃及的水便为雪 叫他们的鱼死了 在他们的地上 以及王宫的内侍 青蛙哆哆之声 他说一声 苍蝇就成群而来 并有狮子进入他们试境 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 在他们的地上降下火焰 他也击打他们的葡萄树 和无花果树 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 他说一声 就由蝗虫蚂蚱上来 不计其数 吃尽了他们地上各样的菜树 和田地的出产 他又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长子 就是他们强壮时投身的 他领自己的百姓 带银子、金子出来 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 他们出来的时候 埃及人便欢喜 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 他铺张云彩当遮盖 夜间失火光照 他们一求 他就使安纯飞来 并用天上的粮食 叫他们饱足 他打开盘时 水就涌出 在干旱之处 水流成河 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 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 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 带领选民欢呼前往 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 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 好使他们遵他的律力 守他的律法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真言第二十一章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 好像笼钩的水随意流转 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 唯有耶和华 恒良人心 行仁义公平 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 恶人发达 眼高兴傲 这乃是罪 殷勤筹划的 足智风域 行事急躁的 都必缺乏 用鬼诈之蛇求财的 就是自己取死 所得之财 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 恶人的强暴 必将自己扫除 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 负罪之人的路 甚是弯曲 至于清洁的人 他所行的 乃是正直 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 不在宽阔的房屋 与争吵的妇人同住 恶人的心 乐人受祸 他眼并不连续临舍 泄漫的人受刑罚 虞蒙的人就得智慧 智慧人受训惠 便得知识 义人思想恶人的家 直到恶人青岛 避至灭亡 塞尔不听穷人哀求的 他将来呼吁 也不蒙应允 暗中送的礼物 挽回怒气 怀中揣的贿赂 只惜暴怒 秉公行义 使一人喜乐 使作孽的人败坏 迷离通达道路的 必住在阴魂的会中 爱艳乐的 避至穷乏 好酒 爱高游的 必不富足 恶人 坐了一人的赎架 奸诈人 代替正直人 宁可住在旷野 不与争吵使气的 富人同住 智慧人家中 积蓄宝物高游 愚昧人 随得来 随吞下 追求公义仁慈的 就寻得生命 公义和尊荣 智慧人爬上 勇士的城墙 轻负他所倚靠的尖累 谨守口与舌的 就保守自己 免受灾难 心骄气傲的人 名叫谢曼 他行事狂妄 都出于骄傲 懒惰人的心愿 将他杀害 因为他守不肯做功 有终日贪得无厌的 一人施舍 而不吝惜 恶人的祭物 是可增的 何况他存恶意来陷呢 做假见证的必灭亡 唯有听真情而言的 奇言长存 恶人脸无羞耻 正知人行事坚定 没有人能以智慧 聪明 谋略 抵挡耶和华 马 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 得胜 乃在乎 耶和华 在乎 计划 2 3 4 6 6 6